C豆让女孩有发挥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豆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小玉 要不要出去玩 小丸子不行 我要照顾爸爸 我爸爸工作发生意外受伤 老板又没有提供劳保 没钱付医药费 老板还把我爸爸解雇 我该怎么办 赶快去找法律辅助基金会 有律师会帮你解决问题 全国预约专线 0266128282 法律辅助 安心辅助 司法院关心您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 尽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郑一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现货 以及11月期日 今天出现一个震荡 收低的盘是中场现货下跌71点 而11月期日则下跌了70点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整个11月期日 今天的当冲走势图 整个11月期日 今天依然表现非常的弱势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早盘开盘价 开在9131 接着反弹到今天的最高点 9160 在9点07分的时候出现 反弹完毕之后随即往下灌杀 杀到最低点 它叫9078 这个9078尾旁还有出现一次 那9078第一次出现的时间 在11点09分 接着又反弹了一段 最高冲到9120 最后无功而返再杀下来 9120的时间在12点32分 那总而言之 今天的行情 当冲的高低区间 总共有82点的一个空间 这个行情最近都还蛮大的 都至少有七八十点以上 所以在这个礼拜 行情开始慢慢变大了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接近 行情越来越大 我相信在这个选举的变数 结束之后 行情会更大 那我也相信一件事情 这个礼拜已经从9300 不知不觉的已经掉到哪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来导播拉近一下 期货从9300多点 已经跌破了9100 今天正式跌破 今天来到9088 然后在这几天的行情里面 我敢讲一件事情 一定有很多投资配 期货操作得非常的不如意 甚至于有人最近天天都在输钱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曾老师希望 你先把难过的心情摆在一旁 你先把难过的心情摆在一旁 你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你说你这个礼拜输很多钱 你现在要怎么 你先把这个难过的心情 你摆在一旁 我希望你能够专心的 看一下我的节目 因为我的节目 就是要来解决你的问题 我就是要想办法来帮助你 度过这四天的难关 也许这四天 你已经输掉很多钱 你现在心情可能很艰苦 不知道要怎么 输到很多钱 不知道要怎么对 对家的人交代 不知道怎么跟先生交代 不知道怎么跟太太交代 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我很了解 但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慌 我希望你能够专心的看一下我的节目 我想要帮你解决问题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帮你解决问题 其实帮你解决问题的最直接的答案就是 来 你看一下 从明天开始 你跟着我们一起演就好了 慢慢的把你的问题给解决掉 就从明天开始 今天以前你输掉的不要去管他 从明天开始 你跟着我们一起赢 那当然投资朋友你一定会很好奇 老师明天开始你有把握 可以让我跟你们一起赢吗 我当然有相当的把握才会这样讲啊 那到底我要怎么样带你们赢呢 我想这个也是观众朋友 你心里面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首先我先来告诉各位 我说了每一天的棋子的当冲啊 你一定要有方法你才会赢 像今天要怎么做才会赢 各位我再讲一遍 其实每一天赢的方法 事后你都知道 像今天要怎么赢 在这个地方 9160这个高档地区去放空下来 对不对 这放空下来没错吧 这一段是不是有多少点的行情 有82点的行情嘛 然后杀到这个9078 你再抢个反弹上去 做完这两趟几乎就没有什么好做了 不是吗 甚至于尾盘你再空一段也OK 总而言之你看到什么 都是在高点要放空 都是要在低点做多 这个就是标准动作 每一天的标准动作都是这样 那么明天要怎么做 明天也是一样 想办法在高点放空 想办法在低点做多 那讲起来虽然很简单 但是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很困难 那在这个地方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想要做到高空低近的话 明天开始就跟我们一起做 明天开始就跟我们一起赢 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 各位请你仔细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最近这几天输钱的话 那代表一件事情 你没有抓到这几天的高点 你没有抓到这几天的低点 所以你输了很多钱 但是试着想想看 从现在开始 从明天开始 如果说有一种方法 它能够让你再一开盘 就事先的知道当天的高点跟低点 而不是等收完盘才知道 你觉得明天开始你能不能成为赢家 你去想想看 如果从明天开始 你能够再一开盘就知道高点 你能够再开盘就知道低点 你都先知道了 知道了你开始去操作 你觉得你会贪钱吗 我相信这个答案是很肯定的 那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 很简单 把我的这一套系统给带回去 你就能做到明天的赢家 我讲的是明天的赢家 真的是这样吗 来 首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操作要怎么做 我讲过了 既然我有把握要带你赢 我就要让你看一下 今天要怎么做 首先你看一下今天要怎么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你只要我的系统的话 我相信你绝对能够赢得很开心 那到底怎么做 一样 在今天还没开盘的时候 我讲过了 每一天我都会发这样的讯息 给我们的软体用户来拉近 规避洗盘 规避多空双疤 你只要使用我这一套软体的软体会员 你今天就完全不要操作试驾单 按照先人指路 干什么 8点46分 他给你的点位 压力点你就去放空 支撑点你就去做多 然后成交之后 把停损25点设好就可以了 我说使用我这一套先人指路的精装版 你不需要试驾冲来冲去 每天8点46分 你打开电脑 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事先的挂单 然后等待转折点位的来临 守株待兔以意待劳 像今天我请问各位 今天当一开盘的时候 9131 这不要开盘 这个时候叫8点45分 他开在9131 当一开盘的时候 你把我的这一套电脑打开 来这一套电脑 你把它打开 你就会知道今天该怎么做 我说了后面的盘 大家都还不知道怎么走 但是如果能够在这时候开盘的时候 你打开我的电脑 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什么样很重要资讯 我们开始来看哦 打开电脑 8点46分 你马上看到这个讯息 系统用户讯息 今天的高点预判 参考压力位置 你有看到压力位置 压力位置 9146上下两点 9144到9148 这些点位 9146上下两点 请预挂这些点位 你有没有看到预挂 当今天一开盘9131的时候 你用我这一套软体的方式就是 马上去开电脑 马上看到一个价位 它叫9146 要干什么 要去预挂 预挂干什么 要做空 然后把停损25点设好就可以了 每一天 你只要在8点46分 你准时打开先人指路 好事就会经常发生 我等一下会证明给各位看 这礼拜连续四天 每天好事不断的发生 每天8点46分 准时打开先人指路 好事就会经常发生 8点46分 你只需要事先的去预挂9146做空 也就是说当今天开盘9131的时候 开在这里 一开盘随去挂担 挂什么担 挂9146放空 挂在那等 当这个9146 他这个价格来 等他来临 然后成交 至少两口大台 也就是说他不来我不做 他来了我就给他放空 用这种等待的方式 挂单的方式 一开盘随去挂担 卡电池有你的营业员 或者是透过网路下单 马上去下单 马上去挂单 挂什么单 9146放空 各位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9146空下来之后 这段行情 你就能享受到了 对不对 那问题是做完空单之后 到底要在哪里补 空单做完到要在哪里补 要不要拆 不要拆 当你做完空单之后 一样的不要急 马上去看你的电脑 他会告诉你 今天的支撑 今天的支撑 就是要让你做多 同时也是要让你空单 出厂的地方 对吧 所以空单到底要在哪里 停地要不要拆 不要拆 打开我们的电脑 当你空单成交之后 打开电脑 去看一下 我们的用户讯息 系统用户讯息 8点47分 今天的短称 9085 上下2点 是什么 空单停地参考点 这有清澈吗 是不是很清澈 所以说做空该在什么点位停地 你不要拆 我讲过了 你用我这套电脑 你可以省去很多脑力 什么意思 很多人每天一开盘 都在那边想破头 今天关键到底是在哪里 今天夷点到底会在哪里 今天到底要看 还是要做多 每天都在重复这些问题 你每天八点四十分开盘 如果你没有这套软体 你在脑海里面的想法 是不是每天都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今天高点在哪 第二个今天低点在哪 第三个今天到底要做空还是做多 永远都是这些问题 但是你有我的软体之后 各位 从现在开始 你的脑筋不用再去想这些问题了 为什么 你来看哦 软体一打开 你什么都会的 9146它就是叫你放空 你不要有个人想法 你就乖乖的去挂单 一开盘就挂 成交之后 马上挂停利 9085 挂在那边等 都是挂在那边等 那接着好事 你看果然又发生了 它最低杀到9078嘛 没错吧 那杀下来之后 是不是可以补掉 这一补掉不得了了 两口单大跌122点 244 接着你来看 8点46分系统用户讯息 又告诉你什么 同样的时间 今天的低点预判来拉近 参考支撑位置 干什么 9085上下两点 9083到9087 这些点位要干什么 同样的逻辑要预挂做多 同样在今天8点46分 你还会再挂一笔单 挂什么单 事先预挂9085 多单进场 至少两口大台 也就是说 在今天8点46分的时候 你只要有这套系统 你把它打开之后 你会去干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挂9146等着要放空 第二件事情 你挂9085 等着要做多 一个等着要放空 一个等着要做多 实用先人指路系统 就是这么简单 开盘的时候 你要做多的点位 你要选坑的点位 龙鼠先给它挂好 挂在那儿等 你听我意思吗 好 这笔单做完之后接着 来到了尾盘 我看到这个盘市之后 我发了一通讯息给我们的这个软体会员 市价会员 12点半有软体的会员 按照8点46分 这个支撑9085做多的 建议他们短线 9110附近 干什么 赶快就是一个市价出场 为什么 因为今天盘太弱了嘛 所以盘在太弱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他反弹的时候 要不要逃命 当然要逃命啊 这个多难当然抢到了反弹 你就要赶快逃 最高 9120 在12点32分 我在12点半 赶快叫会员跑掉 12点半 你看到没有 12点半 有软体的会员按照8点46分 地线转折支撑9085做多的 建议短线9110附近 干什么 市价出场 所以说在今天 在未来 在过去 你只要高点低点都抓到了 你觉得你会不会赢 在过去 在今天 在未来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办法 把每天的高点跟低点都把它抓到 那你觉得接下来你会不会赢 各位 看一下今天的战果 放空下来 122点 做多抢个反弹 50点 总共涨跌 172点 172点 两趟交易 就是因为高点低点都抓到了 所以你觉得会不会赢 这个地方你看看两趟 今天就这么两趟交易 你就有这样的机会 涨跌172点 当然 我再强调一遍 我的电视 是要跟各位分享操盘的方式 以及我这套操盘软体 不是要跟各位分享操盘绩效 也不是要用绩效来招揽生意 所以这个电视节目我要做一个郑重声明 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 仅止分析指数涨跌点数 各位有没有看到涨跌点数 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 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 确可获利 金融市场风险也报酬共存 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 我讲过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这个市场想要成为赢家 你牢记八个字 哪八个字 赢家的秘诀永远是买在低点 抗在高点 虽然你知道 但是我知道你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不像我们的会员 能够事先知道高低点 像今天要拌 你知道高点要放空 你知道低点要做多 但是这个点位你知道吗 很显然的 你就是因为不知道今天才会输 那你说我们的会员有没有方法知道 当然有啊 你来看哦 这一开盘哦 9146放空 这一开盘9085 8.46做多 做完这两笔之后 来各位172点 是不是就是这样操作 但为什么你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事先 什么叫事先 这个叫8.46分 这个叫事先 这个叫8.46分 这个叫事先 所以你知道答案 但是你做不到 那现在问题来了 明天你要怎么赢 来各位 是不是一样要空在高点买在低点 那问题是高原点到底在做 低点到底在做 你知道吗 马仔你知道吗 假设你马仔以外没这套软件 你怎么知道 不然人家跟你算了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同样我去用 我说话不必用 你把这个拿回去 不必用 一开盘马仔就知道 明天当冲怎么赢 把他带回去 那在这个地方我讲过了 你看今天你又错过了一天多可惜 早一天多一天 要是昨天你下定决心 你看今天各位 有没有 估费都回来了 所以这个开始 这个地方我告诉过各位 一直到明年二月底 你有八十天 八十个交易日 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有八十天的机会 八十个交易的机会 机会很多 好好留意中场资讯 一起跟我们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明天跟我们同步来 来进行这个操作 好好把握利用中场资讯 我们稍作休息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各位 亲爱的投资朋友 亲爱的投资朋友 想要迎战棋子当中操作 你必须把棋王操盘软体带回去 棋王操盘软体 买在低点空在高点 绝对不是白日梦 你需要更精准的操盘软体 今天开放 今天特别开放 轻松拥有价 一记只需要28800 一记只需要28800 让全国投资朋友 通通轻松拥有 埋在低点空在高点 绝对不是白日梦 只要把棋王操盘软体带回去 就可以了 迎战棋子刻不容缓 速播迎战专线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期望团队 期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 一 每日一定出手 二 市价进出一定成交 三 停损停利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快混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利害 机不可施 狠 顺时加码 推升获益 准 停利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破 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 请播02 2578 3777 亲爱的投资朋友 想要迎战棋子当充操作 你必须把棋王超盘软体带回去 棋王超盘软体 买在低点 空在高点 绝对不是白日梦 你需要更精准的超盘软体 今天开放 今天特别开放 轻松拥有价 一计只需要28800 一计只需要28800 让全国投资朋友 通通轻松拥有 埋在低点 空在高点 绝对不是白日梦 只要把棋王超盘软体带回去 就可以了 迎战棋子 刻不容缓 速播迎战专线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网织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网织航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 现在手头上 有很多套超盘软体 来操作这个台子期货 但是我相信这些人啊 你只要手头上没有这套系统的话 你应该那些超盘软体 都不能叫做超盘软体 各位为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市面上有很多软体 它基本上都是这样 它叫红买绿脉 很简单 在涨的时候 它就出现买进讯号 在跌的时候 它就出现放空讯号 但是我讲过 城市交易啊 它不等于红买绿脉 为什么 因为真正专业的超盘软体啊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套系统 就是它 它必须要有什么功能 才叫做超盘软体 这四个字你把它记下来 精算转折的功能 它必须要具备 精算转折的功能 你才不会常常被扒来扒去 常常被多空双扒 常常追高杀低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用很多套软体 发现我怎么常常在做 追高杀低的事情 我怎么常常去用多空双扒 原来你用的都叫做红买绿脉 所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软体 跟其他软体有什么不一样地方 你看今天哦 今天这个盘长这样哦 各位请问一下 你的软体能不能像我的软体一样 在今天一开盘8点46分的时候来拉近 它就算出来9146 它是一个空点 然后还叫你事先去预挂 没有东西8点46分一开盘 它就算出来9085 干什么 要事先去预挂这些点位来做多 各位光这两个讯息值回票价 你来看看 今天要怎么做 是不是9146放空 9085做多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比对一下今天的走势图 9146放空下来 9085做多抢个反弹 你来看一下结果 今天这个结果是不是又很轻松 很简单 两趟交172点 所以在这地方 我说你要怎么赢 高点低点 你想办法去抓到了 你觉得你会不会赢 你觉得就好了 你自己去收就好了 你今天如果我这套软体 你一开盘 你看到9146这个点 你又看到9085这个点 你同一时间挂9146放空 然后挂9085做多 然后到12点半 我叫你出掉 你的结果是不是就是这样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一模一样对不对 好这个是今天 这个礼拜总共有四天 我讲过的 我的软体如果只有准一天的话 我真的没有资格坐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礼拜三昨天 昨天你看一下 这个吐上来 吐起来 9255 这开9199 同样在开盘的时候 你把我的软件打开 来 8点46分 一打开他就跟你说9214 要干什么 要做空嘛 有没有写预挂 有啊 因为一开盘9199啊 你一开盘就挂9214放空 这空下来这一段都你的 有没有 921是放空 然后你来看哦 这个多单要再来做9153 9153做多之后 各位我们来看到收盘 这昨天的 涨跌136点 所以你去想想看哦 如果你有这套系统 你是不是不用再拆 而且你的胜率是不是会提高 胜率提高重不重要 对于现在你很重要 因为你不能再输下去了 11月1号 来各位你来看 你看这杀下来9226 冲上去9292 你来看哦 软体再一开盘算出来的点 我们看这里就好 预挂做多9228 这是支撑 预挂放空压力9289 928在这里 9289在这里 你来看一下 140点 再回到礼拜一 这个低点9174 打开软体 他马上告诉你9187 预挂做多 8点46分 然后接着哦 高点 8点46分 9293 那一天我们总共做了四笔交易 贏800 580点 你说做棋子要怎么贏 其实说败没价格 观点去放空 减减去做多 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这样而已 那重点是说马仔 现在马仔的盘你要怎么做 当然是在关店共康啊 当然在矩店做多啊 老师 关店到底在做 矩店到底在做 马仔要怎么做 说实在你现在问我 我也不知道 但是马仔一开盘的时候 我就知道 因为他会跟我说 他听我算了 你听我意思吗 不然这么多回合要插 我如果没有一个够厉害的武器 我怎么带这么多会员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 不要说你不知道 你问我我知不知道 我现在告诉你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明天开盘 他会先算出来 他算出来之后 他就会告诉我 我再告诉会员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说明天要怎么赢 很简单 你把他带回去 老话一句 你把他带回去 你把他带回去 他明天就会告诉你 高点在哪 低点在哪 那接着 招鸟大放送 真的要把握 从现在开始到 明年的二月底 我说过至少有80个交易日 你扣掉过年 我都算过了 大概有80个交易日 这每一天都是机会 每一天你好好做 高点放空 低点做多 每一天都好好做 每一天保持 高的胜率 一直做到明年二月底 我相信 你在最近输掉的 一定都会回来 一定都会回来 你相信曾老师 只是要看你 愿不愿意跨出这一步 这早一天就多一天 有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中场资讯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 中场资讯 你真的好好看一下 就是中场资讯 那个价格 你自己去看 然后配合这个活动 明天真的 不要再慢下去了 明天就跟我们一起 同步成为市场 大快乐的赢家 我们明年见 谢谢各位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亲爱的投资朋友 亲爱的投资朋友 想要迎战棋子当充操作 你必须把棋王超盘软体 带回去 棋王超盘软体 买在低点 空在高点 绝对不是白日梦 你需要更精准的超盘软体 今天开放 今天特别开放 轻松拥有价 一记只需要28800 一记只需要28800 让全国投资朋友 通通轻松拥有 埋在低点 空在高点 绝对不是白日梦 只要把棋王超盘软体 带回去就可以了 迎战棋子 刻不容缓 速播迎战专线 022578 3777 022578 3777 棋王团队 棋货操作 给您三大承诺 1.每日一定出手 2.试价进出 一定成交 3.停损停力 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 快狠准操盘系统 帮助投资人 快速累积财富 快 多空立判 机不可失 狠 顺时加码 推升获益 准 停力停损 确保不失 战胜齐破 选就选 最好的棋王团队 请播 022578 3777 2578 3777 亲爱的投资朋友 亲爱的投资朋友 想要迎战旗子 当冲操作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